現在看起來台灣外交上情勢不錯 歐洲 歐洲議會 那他們做一個台歐政治合作報告 就是歐洲跟台灣要合作了 那其實也是反中 壓倒性通過 什麼叫壓倒性呢 580比26 這是很壓倒性的 表示歐洲議會的議員 哇 這個很支持台灣 當然這也跟老公自己做法有關 因為前日人家制裁他 為了新疆他去制裁人家 把好幾個歐洲議會的議員都制裁了 歐洲議會議員當然很氣嘛 而且你那套 譬如說法國議員要來 你去罵人家 對法國人來講 我要去哪裡是我的自由 你罵我幹嘛呢 尤其議員 議員根本不管什麼後果的 我代表選民 我就是議會比較不像行政機關 他比較沾前顧後 議會顧慮什麼東西呢 立法院顧慮什麼 我決議就決議了 好 那麼這票數真的很懸殊 580比26了 而且議員還說 曾經被中國大陸威脅 他可能有些大師 不要做什麼等等 這些議員被威脅 像他們如果被威脅 一定很不爽啊 果然國台辦說 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但是也沒辦法 你怎麼 人家議會做成的決議 你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覺得老公自己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搞到 固然啊 全世界現在反中抗中 怕你強啊 所謂新巴國聯軍出來 但是你總是姿態啦 你的這個 你已經開放那麼久了 你也有那麼多外交官 總是能夠這個稍微 該有禮貌 就要有禮貌啦 太強硬也沒用啦 那另外呢 因為捷克總統生病了 死了沒有 生病嘛 生病 重病 總理要代理總統 還是怎樣 吳釗憲說要出訪 主動出擊 而且呢 要訪捷克 訪斯洛伐克 訪波蘭 還有在布朗州 布魯塞爾呢 這個跟羅馬連線演說 老實在你看 美國現在對大陸 這個很不爽 壓力很大 歐洲 日本都這樣 你如果是北京 你怎麼辦 我覺得北京 內心擔心 憂慮 但是他其實也沒有到 三窮水盡 當然 因為你看最近 台灣的大陸拍的 歷史連續劇 大情婦 戰國時代 現在的世界大事 有點類似喔 因為當年就是六國 要去包圍清國 那六國裡頭有 三進 三家分進 比如說韓國啦 衛國啦 造國 這些就是像現在的 英國 印度 跟澳大利亞 跟美國 他們原來是一家的嘛 所以老美現在是 夫群保育 像新黨最喜歡講的 夫群保育 老中說你什麼 異個屁啊 你的異 我看起來就非常的不異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夫群保育 除了這個 完全原來的大英 跟美國的連線以外 再加上去的 就法國跟 歐洲大陸 但是你看 你歐洲大陸 尤其以歐盟為中心的 他們在價值觀上 比如說 對人權的尊重啊 費事啊 這一切 就是跟老中 是相當有距離的 所以呢 今天要不是 是因為有經濟力 把他綁住的話 歐盟完全會倒過來 我們這邊 世界上老中怎麼辦 你問我的問題 老中其實他就是要反包圍 他反包圍有沒有朋友 表面上看起來 他好像很孤單 俄羅斯啊 他朋友不少耶 非洲很多 如果要算數目的話 韓英國老美的聯盟 非洲很多 因為就是以前的俄羅斯的這些幫 聯邦的這個會員國 除了捷克跟立陶宛 這些周邊的被蘇聯 欺負過的 這些有一點反 還有外面的呢 是非洲國家跟非洲國家 這個通通加起來 數目不少耶 如果到聯合國的各種組織投票的話 老中是贏的喔 但是呢 這些人有一個麻煩 因為老共現在反包圍 靠的是什麼 一帶一路 但是這些國家窮 還有這些國家不民主 還有這些國家耍脾氣 不聽話 那王毅就麻煩了 所以這些國家不聽死犯 而且伸手要錢 而且你去了 那後來他債務 沒辦法資深的話 他就指責你要錢來 要不然我就要造反 所以老中的困難 比老美的困難 好像要表示要大一點 但是這個兩個聯盟的相持不下 比當年的秦始皇 是不可敵 你們通通最後 就收拾在我的手中 我覺得不一樣 所以我剛才有講 美中的角力 五十年不見真章 我跟她說 我剛才會說 做品